主 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是 36课的第三课 唯一的答案 当然唯一的答案 是讲到耶稣基督了 各位 我们来到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神体 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一个人来的 祂是神 祂也是人 各位 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 我们借着这个经文 我们来明白一下 我们要怎样认识祂 各位 因为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 为真正的一个真理的时候 祂是真的一个答案 祂是那个一切关键 一切问题的一个关键的话 当你认识祂的时候 你会全然的感受 祂是不一样的 马太福音16章15到16节 这里说 耶稣基督也问 也问 问门徒 祂也问我们 你们说我是谁 其他人说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们说我是谁 那有一个门徒 西门彼得 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各位 当然 耶稣基督不在乎 你怎样信祂 你选择信耶稣基督 不选择信耶稣基督 神都没关系 祂是永远不改变 祂是永远真 不管怎样 祂不需要人证实 祂的角色 祂的身份 是不需要人来认同的 但是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 祂会关心啊 你们说 耶稣基督是谁 为什么耶稣基督 祂会关心呢 因为呢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 正确的认识祂的话 你会见到很多很多 冤枉 宗教 然后很多的误区里头 各位耶稣基督 祂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字 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就是 米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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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犹太的一个字 米塞亚的意思是 受高 按着耶稣基督 犹太人就约 受高者的意思 只有三个受高的 就是 先知是受高者 祭司是受高者 君王是受高者 祂是永远的上帝 各位 我们 我自己认识耶稣基督 也有不同的一个领域 不同的层面 我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他的名字 从小 我就认为 他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西方宗教 他的名字呢 好像很远 也不认识他 他是西方的 但是我们是东方的 华人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尊敬他 我尊敬他 他在西方文化 西方国家里 有一个定位 他的名字 应该是有个尊重 但是我不认识他 我就有听过他 但是有一天呢 我甚至在我的误区里 在我深深的一个痛苦里 那 有一天我认识了他 他救了我 他给我的救恩 我蒙恩了 我能够 我能够 好像有一个重担 掉下来 他叫我 一切的疑惑 能够掉下来 那时候呢 我认识到 原来耶稣基督 他是真的活着的 他是宇宙里头 创造一切的那位神 他来到我心中 也不只是一个知识 他直接安慰我 他也直接感动我 他也不只是 只有感动我 他证明出来 他接着人证明出来 他真的两千年之前 活过 所以 太多的一个证据 我不得不承认 也屈服于他 降服于他 那时候呢 我认识他 为什么呢 一位宗教领袖 一位神 我认识他为 灰神 他是一位爱我的神 那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将我全部的生命 交给他 愿意要认识他 但是很奇妙的 我只有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怎样 依靠他 我要服侍他 我将我的信 完全给他 我要把一切的赞美 给这位神 耶稣基督 但是很奇妙的 我在做的时候呢 我在要把一切 献给他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 很苦 越要献给他 越苦 很奇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越独自 祷告 认识真理 他好像是很远 好像很远 我要把一切交给他 服侍他 遵从他 顺服他 圣经里面 一切的 我都爱慕 但是我要 愿意要跟从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一个苦 我很多东西 我做不到 很多东西 我做不到 但是有一个东西 很奇妙的 每次我做不到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 祂是祭祀 祂是能够 赦免罪的 那一位 所以我的生命 反反复复的 顺服他 然后在有一些罪恶 有一些不能的地方 不能尊重的地方 在我家庭里 在我面对人 有时候我突然间 就是靠着情绪 靠着自己的 一个意志 的时候呢 我讲出的一些话 我接触的一些事 的时候 我知道好像不太对 那时候我来到 圣面前 我认罪悔改的时候 这个耶稣基督 好像跟我很亲密 但是只有在哪个地方 所以反反复复的 好像很远 犯了罪 好像很远 一直要束缚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又好像很亲近 他又是我的朋友 带领着我 那有一天呢 我认识 有耶稣基督 有另外一个诚生 原来他与我同在 他爱与我同在 他没有离开过我 他的能力与我同在 他的审判与我同在 他的真理与我同在 我一下子我明白 我无论怎样也好 这是真实的 他与我同在 但是我在我的思想里面 我要抓住的时候 在我的情感 我要抓住的时候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有一天呢 怎么样呢 我在大学 我记得很清楚 我要老老实实的 我要真实面对 我所有的问题 我所有的一个罪在 那个是显在我的面前 他的真理也显在我的面前 但是他的一切也显在我 我一切的软弱也显在我面前 怎么能够出来 怎么能够得救赎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位传道人 然后有一位宣教师 他们一起跟我确认 你有什么罪吗 他解决了 两千年前解决了 这个我也知道啊 曾经讲过啊 曾经我也学过啊 两千年前他解决了 虽然是知道 但是我的心不能够接受 怎么能够接受 我怎么样能够用我的软弱 来到 这个位耶稣基督 他是两千年对 他是喜去罪的 已经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所以日子久了 我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我不能 就是不能 但是他们说 一位传道人 一个宣教师 宣教师要成为牧师了 要受恩高的 受高为牧师 他们说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圣经里翻开 挪亚方舟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有挪亚八口 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得救 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得救 你信吗 我信 但是我不能 但是事事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再一次看 连我不能够信 我也要放下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突然间 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大转变 我明白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是 我不把我的条件 高过 放高过神所说的真理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他说他洗尽 他说他两千年前 已经洗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不信呢 现在我有点罪恶 他不能够吗 他不能够洗去吗 这样的话 是我亵渎了他 因为这个 我放下 我放下 从那时候开始 我放下 突然间好像 有灵在我的眼睛掉下来 不只是眼泪 好像有遮住的 有蒙蔽我的眼睛的 虽然我一直以来 我几十年 我认识耶稣基督 我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 我的父母带我去教会 但是一下子的 我的灵掉下来 这个灵遮住的 眼睛的掉下来 耶稣 他就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为什么还要在别的地方去找 原来耶稣基督 本身就是那个答案 我不信 就是没有地方可寻找 那我还有没有继续认识 耶稣基督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还在认识耶稣基督 还在认识他 他是可以依靠的 知道是知道 他解决了一切的罪 但是呢 我认识了另外一个耶稣基督 现在呢 我继续认识他怎样呢 原来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每一天可以靠的 那位神 他是神 他是神 跟我以前认识的 他是一位神 有点不一样 我以前认识他是神的时候呢 他是一位 可要敬拜的那位神 但是现在我所认识的 这位神 他是神的儿子 那不一样 怎样认识不一样呢 各位 就好像使徒 约翰 他写 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这样开头 怎样说呢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各位 我问大家 犹太人 犹太人 如果大家读圣经 我成为基督徒过后 我好好地读圣经 犹太人不能够有第二位神 第三位神 他们只有一位神 一位神 当这个犹太人 约翰 约翰 彼得 保罗 这些人 全部都是犹太人 当他们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是多么危险的事 多么伟大 也多么一个超乎他们的认为的一个地方 犹太人他们是只有认为 耶和华一位神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 他们能够这样认为的话 一定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不得了的事 才发生的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个怎么能够理解 怎么能够理解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这句话 但是如果这位神 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不像我们人 神的儿子 人的儿子 这样 所以如果神生出儿子 可能祂的儿子不是神 不是这样的 神 生出儿子 神的儿子就是神 没有例外的 同尊同容 同尊同容 还有一位的 没有缺乏的 虽然耶稣基督是顺服父神 但是祂也是神 尊贵的 同一位的 祂的威严 祂的公义 祂的慈爱 是超乎一切的那位 所以当我重新认识这位神 然后又借着 旧约 弥赛亚 受告者 先知 祭司 君王 重新认识 祂是 唯一的 这位真神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在我的生命里面又发生了 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明白什么叫做 我天天可以靠祂 原来 祂不只是解决我的罪悟 祂是进到我的生命里 祂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祂要做主 祂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做主的时候呢 祂是比我的问题还要大 然后呢 我要死 祂要活 各位 如果我死 祂活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我还有没有活着 有 但是祂在我里面活 祂在我里面活 我是靠着谁 我是靠祂 但是还有没有我存在 有 我的条件还有存在 换句话说 从那时候开始 我一切的软弱也好 我一切的刚强也好 我一切的条件 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不能够说我差 我也不能够说我自卑 连我软弱 连我情绪化 我也不敢认断我自己 因为基督得赎了我 每一个条件都是尊贵的 从那时候我这样认识的时候 因为祂是神 祂是弥赛亚 从我这样认识的时候呢 我就明白 什么叫做 犹太人 耶稣基督 祂是神 对 没有个宗教 会这样跟我们讲的 宗教都是偏差 这里偏 那里偏 连基督 宗教也有偏差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认识 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生命里面 你再也不会有自卑感 你再也不会有缺乏感 你再也不会有内疚感 你再也不会有自 好像你自己好像要得什么 要站在人的面前怎样 你输也可以 输也可以 因为你知道得胜的在于爱你的 这位主耶稣基督 各位 如果你在生命里面有一些挣扎 你不知道去哪里找答案的话 你要知道你在基督信仰里面 缺少了什么 所以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读一下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各位 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感受怎样 当然我们可以理性上的读 我们读的时候 对 就一位 你怎么好 你就是要说只有一位 但是我跟你说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是彼得当他要树逼迫的时候 说的 他面对很多的人群 压迫他 然后那时候他也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靠 这位耶稣基督 他告白 所以这个经文是要说什么呢 他是要说 即或不然的一个信心 就算是 就算是 耶稣基督不救我了 天下人间也没有任何的人 任何的名 可以救 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神那里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 一个信心的作为 各位 这个是感性吗 敢敢的相信 敢敢的给耶稣基督信 各位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是基督 是永世上的儿子 这个是彼得说的 但是下面这个呢 也是彼得说的 有点不一样 在马特福音16章16节这里说 你是基督 是永世上的儿子 那个时候呢 他这个 彼得是看到了 然后呢 才说出来 但是他说出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过后 他就说 西门八月纳 你是有福的 这个不是你自己说的 这个是神 歧视你 你才知道的 那时候他说呢 是一个胆量说的 但是 十度行乱四章十二节 他跌倒了过后 起来了 他知道 他不是一个勇敢的心 他已经 是经过了 死活 他不是一个勇敢的宣告 没有勇敢 也没有不勇敢 也没有一个胆怯 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 他在宣告 这个宣告呢 不是因为 哎呀 很惨啊 没有办法啦 各位 有些 有些在信仰当中 有些教会 他们传讲的时候 他们唱诗 祷告 他们要得释放 得意志 所以宣告 宣告 不是这种宣告 彼得的宣告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面对事实 面对真理 面对自己的情况 面对那个实在的 但是他知道 耶稣基督与他同在 他坐在上帝的右边 阴间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他 借着他的生命 要建立自己的教会 要建立自己的家庭 要建立这个时代 他知道 所以他在告白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他是教人知道 也教自己知道 要把自己的信 放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 他要给自己确据 他要确认 各位 像我们一样 我们不知道 要怎样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样建立我们的家庭 有时我们看我们的家 有时看我们的 自己的生命 看自己的生活 乱七八糟 不知道从而开始 也不知道怎样过 怎么样结束 但是呢 如果不是靠着他 没有办法拯救 如果你有这个告白的话 从那时候开始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家 开始不一样 开始不一样 你信吗 你信吗 如果你说 我懂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什么都懂了 不要做 我要改变 但是那时候你会发现 你一讲这句话 马上门跟你关 马上你的情绪就来 马上你就看到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又来 那时候你知道 你不能够用你的毅力 你不能够用你的理性 你不能够用 只有单单用宣告来做的 都是这样的 只有上帝开门才能够做 你只能说 主愿意的话 我是一个器皿 求主使用 但是如果主愿意的话 我这个器皿 能够被主你使用 主你吩咐 我听 主你说 我愿意带出你的免疫 教导 主要我教导的 各位 你认识耶稣基督教导 多少 你认识耶稣基督多少 你就是多么尊贵的 神的儿女 如果这样解释 大家会感觉到吗 什么叫神的儿女 什么叫做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神的宝座的权柄 所以我们面对问题 就像这个使徒行到十章十二节 我们面对问题 不是先面对问题的 我们面对问题 是要先懂神的美意 但是我们要先听到神的美意 也要顺服祂 也是难 所以我们就要先宣告 先得到确认 但是我们这个宣告不是为了要 要好像有一个庙 好像有一个庙 好像一个奥秘得到了 所以我就relax了 就不用说什么了 就自由了 不是这样 我得到那个庙是什么呢 主 我的心 求你打开 我不要面对问题 问题是虚幻的 但是耶稣基督是可信的 接着耶稣基督中宝 凡事都会打开 所以信 交易 所以面对问题 是像使徒彼得 说他以外 被我拯救 唯有他 没有他 没有别的了 没有他 没有别的了 所以信靠他 因为这是事实 因为这是事实 因为我能够信 也是多么的猛恩 耶稣基督是自宝 自宝 这个不是一个聪明 不是一个智慧 多给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看了 他会多给我 不是单单只是这样 这个是蒙恩来的 蒙受来的 有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 他是历世历代 所谓隐藏的奥秘 我现在能够交给他 我现在能够信他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主 你看我的信心 这个是蒙恩来的 所以蒙受这个恩惠 为主带领我 这个是绝对的路 不是我的路 这是神所应许的路 这是神所带领的路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保罗才说 我靠着那家 都能利用的凡事都能做 他才这样说 而且这是真人理 从创世纪开始就说了 创世纪开始 原罪多落的事件 发生了时候 神马上有应许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这个你是谁呢 撒到魔鬼 一切罪的原理 的源头 根本问题 我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 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就是 耶稣基督 那个你和女人 那个你就是骨蛇 骗你这个女人的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然后 亚当跟肖子犯罪了过后 耶稣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做皮子 做衣服给他们穿 要有衣服的话 一定要流血 对不对 因为这个皮要从这个动物身上拔掉 一定会有流血 所以马上有流血的记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 三十一节 三十六节 刚才我们上十个也是这样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 灾阳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 那时候 有九个灾阳临到埃及 埃及法老王都不能够释放以色列 只有这个流血的记 流血的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所以这样不会灵到你们 不只是这样 夜间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 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连你们带的以色列人 从我们民中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 依奉约和华吧 所以法老马上 连他的自己的孩子都被杀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你们去去去 然后三十六节 约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务夺去了 很奇妙啊 所以他们离开不只是问题种 不只问题种 连世界上的人都叫他们 赶快走 赶快走 你们要什么 走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们 你们去 所以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世界里 他不只是死而复活 他是因为带着天上全部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壁 所以他是下来的 掳掠了那个仇敌 他那个仇敌一切的礼物 拿了 分给那些所信他的人 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有很多的见证和证据 一般上 信了耶稣基督过后 他的人生 都出现了一些风神 外表的也好 内心的也好 有些证据慢慢都会显明出来 从这个创世纪也好 这个出爱及也好 一直的就是讲 就是证明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奥秘 我们再说一下 十度新传这个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解决的 他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讲章 首先呢 人真的不能够靠自己 克服根本问题 各位 人不能够克服根本问题 什么是根本问题呢 我们来普及一下 根本问题呢 就是肉体的状态 肉体的状态 罪的力 所以人在肉体里面 没有办法看见什么 没有办法想到 人生命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办法想这些 想了一下子问题又来 家庭的事情就来 然后呢 哎呀 一天又完了 要想也没有办法想 对不对 今天的事 大家可以怎么样能够想 未来 想永生的事 人一直活在肉体 这个是一个状态 因为呢 他们倾向于这个世界 要他们得的 这个是倾向的问题 这是一个律 世界的律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不得不叫你要犯罪的 物 唯物 唯物要走 要得钱 然后要得利益 要保护自己先 不是爱人先 这个世界总是会叫你 走向罪恶的 总是会叫你走向乱的 这个是因为有一个撒旦魔鬼在背后 撒旦魔鬼 撒旦不是一个假的事 撒旦是一面一步一步会叫人 从他如果不敏感 被这个世界继续拉着的时候 被这个情况拉着的时候 被这个所需要 没有好像做生意 赚钱 在人的面前 慢慢慢慢长大 年老的时候 如果他的心不面对这个良知 慢慢这个良知 良心慢慢呆化的时候 有一天 他所作所为很多的假冒 我们就知道 就是有一个 人不像的人 甚至好像 有些人还好 但是还好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老婆 重担 但是没有问题的人 勇敢的人 你看他脸上 好像一个魔鬼 因为他在这个世上 就是敢 敢说敢当 所以 你知道 如果没有问题在他身上 他的生命里面 就是出现了一个 好像像鬼一样 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 我说这个东西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证据 但是各位 活到老的时候 你们自己证明出来 自己证明出来 我们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上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身不由己 如果 如果 我 没有一些 妥协的话 对不对 我就精神会崩溃 对不对 但是如果妥协的话 然后就去放任的话 我就会成为了 一个怎样的人 我不可以走那里 但是我也不会那么的 身不由己 怎么办 所以各位 我们来到这个地步 我请大家醒悟 要醒悟 人非要遇见神 非要遇见神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难道没有其他的路吗 我们很苦啊 所以 上帝给你 面对这些 两难之间的一个地方 就是为了叫你 非要遇见神 非要认识神 认识神 认识神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很多的自我的问题 就会出现 很多的人 因为人 人不像动物 人心里面会渴 要解决这个问题 动物呢 有的吃 他的心就满足了 挣扎 不像 得到自己要的 他就满足了 但是人不是这样 人心灵会有一个挣扎 得了 好像成为输了 你得了 你跟他要吵 你跟他要挣扎 得了过后 好像 好像是你失去了 有一句话说 你赢了 所以这句话 一出去的时候 好像就是输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很希望人心灵 人有心灵 人心灵 有这个挣扎 有这个渴望的结果 所以出现了什么呢 论理道德 哲学 宗教 做多好 我想这个人生 是这样的 没办法 学校 这是因为这样 各位 历史 正史 各位我这里 多解释一下 论理道德 哎呀 做人 没有办法 有时候是会受伤的 但是 这个做人要接受 只要不要过戒 然后要跟人家 纠真到底 拉破 破坏人的关系 做好 所以生出很多的 人的哲学 哲理 人生要怎样活 但是自己来的时候 哎呀 他们就真 生究心 要抢这个 要争吵 然后要争权 那个财产的事 这个财产的事 要怎样分来分去 到了一个阶段 哎呀 为什么他会这样 为什么做了这个不妥当 哎呀 是弟兄 没办法了 放了放了放了 但是心里面的不平衡 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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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自己肉体不可以 肉体这么软 又不健康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吗 所以做了一个 做了第二个 不甘心 不甘心 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个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 慢慢的 人 会不会生出一些方法 有 这些方法 看起来是可以过 一天 可以过两天 但是日子久了 一定会出现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 历史正式的 各位这个自己要确认 我不能够讲太多 但是这个各位 这个真的自己要确认的 各位 怎么样确认呢 你为自己确认 你要为你还没有得救的亲友 要确认的 怎么样确认呢 我跟大家说 我说的事情 是因为 这个心灵的问题 临到人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有区分了 那时候 什么东西都错了 一切东西都错了 但是 各位自己确认 各位自己确认 可能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的自己心也好 你的亲友可能 也没有办法被说服 但是你自己要被说服 你自己要确认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接受了某些的哲理 论理 道德 哲学 生活的法 比如说 生活忙 每一天要糊口 每一天要工作 没办法 但是 慢慢他们 接受了 为什么呢 看别人连工作也没有 我劳力一点 劳苦一点 也接受了啦 慢慢习惯了 以前不能 现在可以 人会学的 人会学习放下 对不对 人会学习放下 人呢 也学习可以满足的 因为看到别人比自己差 对不对 心灵方面 心理学方面 人也会学习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过去 过去呢 你面对多几次 你知道什么东西给你创下 你面对 你知道那个地方你要放下 你要赦免人 你要赦免自己 心理学都会教这些 没有心理学 你自己也会知道 有一天你要面对 面对的人就学过来 人生就是这样 对不对 人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满足 他们也知道 他们应该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一直想到一个东西 没有办法放开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什么呢 现在要做这个事 先有一些事情 忙 来 叫自己不要想这么多 陷进自己的问题里 心理学也叫这些 心理学就是什么东西 叫你面对问题 不然叫你不要面对那个问题 然后关注一个事情 关注所要关注的事情 关注积极的事情 关注好的事情 这个人其实 也知道的 但是 各位 这些是对 是可以解决 但是这些解决法呢 各位要注意 就好像癌症 一样 这些是不能够 真正解决那个问题的 这个只是遮盖而已 你真正的满足吗 那个创伤真的走吗 你真的甘心吗 那个不是个问题的根本 那些不是问题的根本 你自己要确认 对自己也好 对你的亲友也好 问题 那个不是问题的根本 有时候我们当然要快快解决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解决那个根本问题 时间久了 一定会越来越重 就好像癌症 癌症出现的时候 糟糕糕了 第七 第二七 第三七 几次再痛 第三七 那时候已经太痴了 发现的时候 发现痛的时候已经太痴了 但是第一期的时候讲 不痛啊 没有感觉啊 还是可以解决啊 第二期 还是可以运动啊 还是可以动啊 还可以啊 各位 问题不解决 一定会越来越重 根本问题 还不面对的话 各位 我确认一下 什么的问题 人 不遗见神 就是靠自己的时候 人所拥有的 知 情 意 对不对 人有知情 人有智慧 有理智 人有情感 这个是很丰富的 这是神的礼物 人有意志力 也在事情里面 找到 能够找到意义 OK 这个是神赐给人的 但是如果 人 不先遇见神 然后有一切的问题里面 他们靠自己的话 他们的知情意都会错 因为呢 他们所知道的 他们来找出方法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 神的分布的话 他们继续认识认识 然后 自己摸索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可以摸出来 但是一个无知就出现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这个张老 我做事呢 很多时候 神叫我清碑 怎么样清碑呢 我做一件事情 我越做 好像有些东西就成功了 人是很奇妙的 人做到一个事情 成功了 没有出问题 你起码在心里面 就会骄傲起来 就好像很自满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做一些东西成功了 不管是什么事 就那是电脑 你学会了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就是上网 你学会了 滑滑几下 你学会了 哎呦 人家做不到 我好像做到了 你开始就有一个自满 但是突然间 一个东西出现 你也不知道 那个问题出现在哪里 那些人就知道 哎呀 人啊 人啊 我 我真的还是要谦卑 神说的算 人能够自满 自大到哪里去 各位 人的问题 不是知会没有的问题 人的知会 还有理智 还有知识 需要认识神 需要认识神 人的情感 是丰富是有 但是他的情感 也会被骗的 也会骗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 完完全全靠自己的感觉 有时那个感觉 感觉是神给的 当然我们用感觉 来敬拜祖师有 但是这个感觉 有时候会被撒当骗的 有时候感觉 哇 真的是 但是过后我才发现 哎 你没有这个感觉吗 问我 妻子 没有 为什么我这么有那个感觉 好像 真的感觉错了 真的感觉错 穿衣服也好 在人的面前也好 我一直问他 我这样穿 这个牛仔裤 然后这个大衣 真的是这个感觉可以吗 好像不是很配 问一下 还可以 可以过 为什么我会这样 因为感觉到 不代表一定是对 但是什么是可以 什么是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感觉 有时候还是会被撇 你的 成为自我的时候 无意 为什么这样讲无意呢 有时候 你成功了 就知道 有些人失败了 马上很自卑 所以你做很多东西 你很多的举动 过后呢 我没有意思啊 我骄傲也不是我要的啊 意志力也是 慢慢 你面对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意志力全部不见 各位 有些意志力呢 不是看成功或者失败 来行的 对不对 我说一个 我说一个 我做一些事情 做做做做 做到没有力气了 没有意志力了 不想再做了 力也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 这个是我家人需要的事 我不管怎样 我不可以靠我的感觉 靠我的意志力来做 因为需要 我继续走下去 对不对 但是慢慢的 但是这个意 是哪里才有 也不是你家人需要 我家人需要 但是我家人不理情 怎么样 因为神 在那个地方 有祂的美意 人 靠自己的时候 知情意 慢慢没了 心呢 是神似的 祂是心死了 时候呢 什么知情意 什么智慧 什么意志力 什么心里面的力量 什么感情 这些都没了 各位知道吗 而且我讲一个 我们的情感呢 也是有限 我们的体力 也是有限 但是呢 如果你认识神 连这个体力 连这个精神 连这个心里面的力量 也会从 另一边而来 会嫁给你 我看了很多的样子 的证据 我自己也经历过 各位 我们看多一个 看多一个 所以 我们认识那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 耶稣基督 因为呢 你要从神那里得到 这一切的 智慧能力的话 你需要一位宗宝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各位 唯有耶稣基督 基督弥赛亚是有资格的 有资格有配得 祂是中宝 到神那边的那个中宝 我这里也想改一下 唯有耶稣基督弥赛亚是有资格有配得 祂是中宝 而且呢 这里我说的会多一个 祂是超乎想象力 祂是跳出传统思维框框的那一位 因为祂是创造宇宙的主 祂是创造神 所以祂想东西 是从无便有想出来的 各位 为什么这些重要 为什么需要有资格 这些这么麻烦 为什么一定要同真与玛利亚所生 各位你知道吗 我讲 各位我讲一个东西 给大家有兴趣一下 各位这个是理智上 如果你想得通的话 其实人是应该可以想通的 亚当 夏娃 谁先犯罪 夏娃先犯罪嘛 对不对 他先吃了那个分别上的果 然后 他交给亚当之前 他永远吃 他吃先然后才交给亚当 对不对 亚当就吃了 但是他们几时知道自己犯罪 亚当吃了过后 他才知道犯罪 各位圣经明明这样说的 不是夏娃吃了之后犯罪 如果他知道自己犯罪 为什么还要给亚当 他不知道 他给了亚当 过后呢 他们两个眼睛才明亮 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如果是出于男人的 才会有原罪 同真女玛利亚 所生出来的 然后加上圣灵的感应 然后圣灵 固蔽着 隐蔽着 这个同真女玛利亚 所以生出耶稣基督的时候 没有罪 没有罪 因为有男人生出来的 才有罪 但是同真女玛利亚生出来的 耶稣基督也没有原罪 他没有原罪 这是很奇妙的 我也再说多一个 科学 他们有一个教授 他自己研究 如果是单单 从真女玛利亚生的话 那个基因 是XY才会生出一个男或者女的 但是女的基因 生出来一定是一个女的 怎么会生出一个男人 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是超乎人的科学 一定是圣灵感应才会有的 各位这个东西重要吗 重要吗 最近我有一个弟兄 他要签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呢 就是有几个公司要底 一定要得那个合同才可以 那一定 不只是价格方面 要最低 人通常是选最低 不要看他的公司有没有败坏 有没有问题 他的账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他是可不可靠的这个公司 有没有合格 这个需不需要看 各位这个立约方面 如果耶稣基督他要解决 历世历代的问题的话 他一定要合格 所以为什么要同真于玛利亚所胜 然后为什么他要按着预言 每一个预言他都应运 那为什么他一定要王的君王的血统 玛利亚他的母亲也是君王血统 约瑟呢 他是约瑟 又不是真的爸爸 为什么约瑟需要君王的血统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女人不算 简单来说 犹太人 比较小看 女子 是跟着爸爸 如果没有着爸爸的话 不算是君王血统 就算是 姐妹呢 是君王血统的 不算 所以 约瑟 差一点要离婚 暗暗地休 为了玛利亚的好处 但是没有发生 因为 一定是有一些事发生 对不对 大家想象 从这玛利亚所生 在众人面前知道 他没有结婚就好像有 有这个孩子 然后在那种传统里面 然后又 本来要修了 但是没有修 在一起 然后呢 结养 耶稣基督这个儿子 所以成为了律法上的父亲 约瑟也是王的血统 所以这个王的血统 为什么这么种 这很奇妙的是 按着预言 他出生 按着预言 他生活 按着预言 他死而复活 他合格到底 所以 大先知 大祭司 大君王 他都先合格 不过后呢 他也做了宗宝 刀成肉身 死而复活 宝座掌权 然后呢 他就超乎魔鬼撒旦 超乎那个罪恶的 那个预料 他骗回魔鬼撒旦 然后他除灭了魔鬼撒旦 对不对 打破了他的头 除灭那个罪恶 怎么样 除灭罪恶 有罪的意味 一定要偿皇 那耶稣基督 那上帝怎么样 听out of the box 跳出传统思维框框 怎么想 上帝本身自己 倒成肉身 然后死在 实事加上 赔偿 这个是魔鬼撒旦 没有办法想象到 世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到 这好像一个审判官 要审判 自己的孩子 有罪恶了 那怎么 为他赔罪 这个审判官下来 我为他审判 我为他审判 哪里有这样的事 哪里会有这样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他竟然为我们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洗尽 洗尽那个罪 除灭那个咒诅 各位知道这个 和的庙的一个 听out of the box 他是完完全全的 跳出那个传统 犹太传统那个律法 他又顺服律法 但是又超乎律法的 解决这个问题 各位 而且呢 他不是这样 他很快会再来 圣经的内容 和人的历史 继续不断地见证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他呢 是原罪也解决 所以打击手 他是 人一切的问题 不知道怎样恢复神 认识神 怎么样与神交通 怎么样从这个肉体出来 怎样叫他的心灵方面 智 情 义 能够恢复正确 能够得到智慧 怎么样恢复呢 他 传讲了天国的奥秘 他把全部人不平衡的地方 除灭 平衡过来 他是这样的一个 这么伟大的一位神 但是这里我们要看一个东西 我们要看第二个 他解决了一切的问题 但是各位 我们这里要问一个问题 弥赛亚是什么意思 弥赛亚就是人子 人子 那 在周约里面呢 人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弟兄中 兴起来的一位 心 从雅各出来的心 像摩西的一位 先知 一位像人子的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 我们这里要问一个问题 我信耶稣基督了 我信耶稣基督了 但是我还有问题 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解决问题 这个是很妙的一个东西 他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他到底不会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是关键 为什么 不是他为我死 而已 不是他为我活而已 他 跟我 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有些东西 不会跟我解决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耶稣他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这个本身呢 是一个庙在那里 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要抓到 为什么是与 我一同死 一同复活 因为为什么他又像人子 为什么他来到世上 他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什么意思 到现在为止 犹太人 他们向往的这个弥赛亚 是一位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一个 伟大的先知 他们认识是这样 这个是有可信的 是可以参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各位 我来解释一下 各位 这个是很重要 很关键的 大祭司 大先知 大君王 这里全部都写了 给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要看也可以 看我就好 听我就好 各位 耶稣基督他受告 他来到这个地上 他的套层肉身 死后复活 然后宝座怎么样掌权 他是要给 他的弟兄们看 怎么样 成为一个神的儿女 什么叫做成为神的儿女 什么叫做死而复活 为什么他要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 因为呢 他的受告 他的受告 你猜吗 受告 基督受告 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一个人 单单一个简简单单 不普通通的人 能够受告 他如果可以受告的话 我们普通的人也可以受告 虽然 但是呢 只是我们不是神 他是神 我们不是神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是受告者 只要我们同死同复活 我们就会像他一样 而且不是只有像他一样 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不只赐给他 也会赐给我们 各位理解吗 这个叫做重生 重生的奥秘 什么叫重生 重生不是说 你信 信耶稣基督 他为我死 死在死之下上 所以我应该有永生吧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永生 你不会知道的 除非你与他一同死 一同活 我再说一次 人家跟你说 你信耶稣就会得永生 我说不一定 除非你永 除非你信 这个信了过后呢 你与他一同死 一同复活 我说一下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信靠耶稣基督呢 就是你知道有什么问题 在你生命里面 你认罪 让你悔改 认罪就是与耶稣基督死 悔改就是转向神 就是与耶稣基督活 因为你转向神 悔改的意思 就是转向神 神成为你的一切 什么是与耶稣基督从死的 就是 我放下我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的事情 我以为的事情 我所有的条件知识 先放下 神的美意先得着 神叫我做的 才是最重要 最好 才是唯一的 所以我死 主活 同死同复活 那信他解决一切的问题 然后信他已经 在我生命里面 恢复一切的祝福 同死同复活的意思是这个 会 会做的吗 会不会有点生 会不会有点生 各位 我再说一次 如果 你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话 那时候 你的心里面 会明白 什么叫做 得了怜悯 各位 什么叫得怜悯 因为 你知道神爱你 你得了怜悯 怜悯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你有怜悯 你怎么知道上帝赦免你了 你怎么知道 感受到 不是 你怎么知道神怜悯你了 当你在心里面得到怜悯的时候 存在心里面怜悯 你知道什么叫怜悯的感受 所以你开始怜悯人 如果你开始怜悯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怜悯你 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很奇妙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能够怜悯人的 竟然有一天我可以怜悯人 但神怜悯我 这个是同死同复活的 这个不可以硬逼在人身上的 这个是一个经历来的 这个是圣灵的一个事情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同死同复活了呢 那时候你知道 这个事情里面 不是我要就可以 神有祂的时间表 神有祂的美意 以前不行的 要就是要 美意就是要美意 什么答案 你跟我说 我们坐下来谈 坐下来谈 有好几次 我跟妻子发屁 就是吵架的时候 坐下来 不可以逃避了 她讲 她不可以了 现在面对我很压力 坐下来 知道有一些 我明白 我明白神 神在凡事上 人可以跟我说 父父知道 OK 父父知道 有些东西你不可以逼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不能够通这个地方的 我直接面对神 我可以通 我面对神的时候 一切都有神的周围 一切都有神的时间表 因为神救我的时候 也是有祂的时间表 神救我的时候 也有祂的美意 不是祂逼我 我才可以信 是要有那个道路的 有一天慢慢地 叫我信一下 带我去教会 然后我慢慢 心里面的结放下来 我才可以 越来越靠近神 然后信祂 听到祂 被羡慕 去到淫会 然后看到可羡慕的事情 所以有一天 我的心软了 可以信祂 各位 这些 是需要的 神开路才可以的 所以有一天我发现 我认识到 所以夫妇 他不可以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操练一下 我面对一下 他们也是要逃避吗 不可以 不可以逃避 但是有时候 我是很温柔的 但是有时候 我知道真的 真的不可以 靠着神的时间表 好 多一下子 我去找祂的时候 老婆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找你的 他就说 因为你是老公妈 所以恢复了 恢复了 为什么都是我 每次我说对不起 他说 因为你是老公妈 恢复了 恢复了 和睦了 从那时候开始 按摩 按摩 就好了 各位夫妇 夫妇知道 也是从认识 足有时间 如果你与耶稣 就从死同复 这个是重生的一个生命 恢复的时候 那时候你知道 有些事情 你不得不要靠 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 不是靠自己的 你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的力量 你走一步 你会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得到祂的力量 你走了一步 你依靠祂 依靠祂的时候 你看到祂为你开路 你就知道 你在靠祂 不是闯 闯这个不可以 闯那个不可以 所以没有办法 最后 应该做的事做 不是讲 靠祂的意思就是 你走这里试试看 不可以的话 然后你再祷告 靠祂 做时候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的时候 有优先程序 祂说的 祂讲的 怎么样 然后靠祂 靠祂 靠圣灵 讲话 虽然是不能 但是靠祂 祂说的 这样 这个叫同死同死 不相信自己不能的地方 只相信神在我的生命的地方 所以各位 我是耶稣基督的生 祂是我的头 渐渐慢慢你会看到祂凡事掌权 我看最后了 看最后了 所以各位 我说到这里 各位明白吗 耶稣基督有些东西有解决 有些东西没有解决 最后我们看第三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如果祂什么都解决的话 我们会懒惰懒散 这个不是祂的美意 上帝要的是叫我们有智慧 叫我们像祂一样 有从天上来的智慧 从天上来的能力 从天上来的灵敏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所以 这个是不是好的答案 是不是解决一切的问题 这个才是真的解决问题 如果有一位 有一个宗教告诉你 记得 然后有一天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unlucky的 有很多的不幸的东西 就不见了 各位不要信这个 这个是宗教 这是迷信 这个是会叫你懒散 然后叫你只有 人格分裂 上帝不是要你这样 上帝要你正直 清洁 你有什么 用那个东西可以荣耀神 通常可以荣耀神的都是什么呢 你的软弱 能够被神使用 所以人看到的时候 原理这样软弱 也可以被神使用 他心里面得安慰 如果你什么都好 人家怎么能够好 能够得安慰 对不对 所以上帝给我们什么答案呢 上帝给我们 应许 应许是不是已经给了 有 但是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不是 应许就是说 你有潜能了 有实在的 新造的潜能 已经在你生命里 全部圣经的话 已经赎你了 已经赎给你了 所以耶稣基督解决了什么问题 没有给你什么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明白 耶稣基督所赐的 各位 这个我们要通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好像 耶稣基督没有解决我这个问题 我怎么样跟人说 耶稣基督真的是一切的答案 各位不要被这东西 搅扰着 各位先清楚认识 什么叫救恩 什么叫做救恩 你只有确计 怎么样跟人家传 这个道 这个福音 因为呢 各位 我慢慢 我牧养人 辅导人 我慢慢发现 人一切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回到正常的问题 他没有回到正常 恢复一个完全 像人而做人的问题 这里有点毒 这里有点毒瘾 这个瘾 那个瘾 这个药 那个药 这个情绪乱 没有办法有意志力 没有办法学习 怎么样能够忍耐 等等 生活乱 人乱 然后那个 等等 但是呢 所以呢 我不要再靠神秘 不要再靠借力 借力 神秘的方法 借力的方法 各位 我说一个 各位知不知道 咒语 咒语 各位知道咒语 我们帮忙一下 这位叶伯伯 出去一下 帮他一下 要出去 一下 非常欢迎你们 认识你们 你们出去 好 洗手间 洗手间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 再谈 要做 再见 各位 我们回来一下 各位 为什么不要再靠神秘 各位你知道吗 有些人 各位知道吗 我们咒 各位知道咒语吗 然后也知道 好像咒人 骂人 通常你骂人 讲人的话 会不会伤到人 当然会 会有一些功效 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说 你无论怎样讲 如果他没有听到 有些人也觉得 会有威力 但我跟大家说 没有威力的 你这样讲他 他这个起油 吃油 就揍他一下 甚至有些人 就买那个东西 擦擦擦擦 有没有 这是叫不叫迷信 有 但是各位 为什么会有功效 因为那个人 迷信 以为真的有功效 你以为有功效 那个人也以为有功效 然后人类以为有功效 所以才有功效的 各位知道吗 哎呀 他擦到了 哎呀 有咒诅了 所以看到问题 哎呀 一定是他 我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没有问题 原来没有 connection 没有关系的 你遇到倒霉的事 哎呀 是不是我今天 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上帝使万事无相效力 没有关系的 但是 哎呀 换句话说 人相信 你信的东西 各位知道吗 这个是历史历代以来 从那个 从那个巴兰先知 还有巴勒 对不对 连旧约也是 你去揍以色列 好不好 揍 其实揍以色列 这也没有办法的 揍不了的 就是揍也是祝福 你揍了了 他们就会受咒诅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们听不到也是 没有的 是因为人性 因为人没心 所以我再说 神秘的事情不再依靠 做正常人 是就是不是不是 有真理 不用戒律 你戒律要做成一个事情 不是那样的 你借力 然后要求人 你做久了 你会知道 你失去能力 做成功的话 你自己知道 还是不会找到上帝 成功找成功 成功了 过后 你找成功的话 有一天你太成功了 失去一点点 失败一点点 你输不了 一直要找成功的人 一直失败 奇妙 人本 苦难 这个我说过 人为了不要苦 都面地多一点苦 去爬多一点山 过多一点河 所以自己的肌肉 就生出来的时候 不怕苦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成为神所造的 普通完全人 如果你可以做普通的人 在众人当中 成为普通人 服侍众人 其实这个是最猛恩的 我慢慢发现 所以如果自己的家 有一些问题 家如果有一些问题 然后你看这个时代 也有很多的问题 你能够跟主说 主啊 这些问题 但愿叫我 能够为这个时代 认识 祷告 我跟大家说 你家里面的问题 是猛恩的 是猛恩的 上帝不会白白地 给你受苦 因为是为了救赎的理由 会明白这句话吗 所以上帝永生的儿子 祂给应许 祂给应许 然后天天 日日 永远地坐在宝座右边 为我们代求 为什么祂的代求有功效呢 因为祂是神 祂是永生的神 代求什么东西呢 叫我们有力量 对不对 叫我们信应血 靠信法 来活 来活 还是不需要做 每天的事情 还要 但是做的时候 有整个的背景 整个的颜色 整个神的保护 完全不一样 人需要的是这个 因为神已经 神造人的时候 已经是最完全了 各位知道吗 神造人的时候 第六天 造人的时候 最完全最完全 到自己 用自己的形象造人 这样 第七天 马上休息了 人是最美 最完全的 所以人的生命的尊贵 我们不能够小看的 就算一个孩子 就算一个年长的人 我们也不可以小看的 只是 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不认识神 所以靠自己 所以出现 所有的问题 但是 因为我们人 接着耶稣基督 认识神了 过后 我的过去 现在 未来 是有答案的 我的过去 有些后悔的事 也有答案的 可能那个后悔 叫你 今天 你知道 不可以再失败 对不对 你的后悔 叫你明白 你的心灵 要温柔起来 要能够转向主 所以如今呢 是耶稣基督 与我的故事了 会理解吗 耶稣基督解决的 不解决的 就是他一切问题的 解决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 叫我 叫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 从今以后 开始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 走这些路 哇 好可怕 还是要面对 对 还是要面对 可怕不可怕 虽然可怕 所以战战兢兢 所以战战兢兢的意思 神的许可 神的理由是什么呢 叫你 不得不要祷告 不得不要靠近他 不得不要敬拜他 不得不要靠他的应许 每天 与主同行 真的要align with God align 时间不够了 不然我讲一个见证 但是不用讲 下一次 所以 耶稣基督 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就在这里 因为这是从牌出的讲多一点 但是